1. 防火门 1. 防火门的控制、操作功能及测试方法 1. 功能要求 1. 防火门门框、门扇应无明显凹凸、擦痕等缺陷 在其明显部位应设有耐久性铭牌、内容清晰、设置牢固 2. 防火门应为平开门 其开启方向必须为疏散方向 3. 防火门应起闭灵火 单扇门应设置闭门器 常开的双扇及多扇门必须按顺序关闭 4. 常开的防火门应具有自动关闭功能 其关闭的反馈信号、消防控制设备应能接收 2. 测试方法 1. 查看每扇防火门的外观 2. 开启长臂防火门,查看关闭效果 3. 分别触发两个相关的火载探测器 查看相应区域电动常开防火门的关闭效果及反馈信号 4. 疏散通道上设有出入口控制系统的防火门 自动或远程手动输出控制信号 查看出入口控制系统的解除情况及反馈信号 5. 消防控制室应能显示防火门监视器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等动态信息 6. 消防控制室应能显示用于公共疏散的各类防火门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等动态信息 7. 消防控制室应能控制常开防火门并能接收和显示其反馈信号 8. 检查结束后全部复位恢复正常状态 7. 检查结束后